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亲这一方只顾出去赚钱养家糊口 母亲这一方就是多一点教育孩子养育孩子 那么父亲往往成了孩子教育方面的影子爸爸 而母亲可能由于一个人承担压力比较大 对孩子可能就难免会大声喝齿 那就可能形成了一个咆哮母亲的形象 那像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 对于孩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 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桥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背景 近日中央九部门印发了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6至2020年 规划提出到2020年 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 满足家长和儿童需要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并明确了未来五年家庭教育发展方向 工作目标和落实举措 这当中重点突出了为人父母者 要更好地担当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时间最长的老师 然而当前却有一种影子爸爸和咆哮妈妈的家庭教育方式 在影响着下一代的教育 近日从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发布的统计情况来看 发现我国已有超过半数家庭中 是由母亲主导孩子的教育 而由父亲主导孩子教育的还不到两成 简单地说这个影子爸爸就是在家庭当中啊 就作为父教这一块呢比较缺位 而母亲呢一人承担对孩子的养育 包括对她的教育 那么往往有可能对孩子缺乏耐心 大声咆哮 变成了咆哮妈妈 那各位像这样的现状 你们有没有碰到 先听听陈燕 很开心能够参与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 因为我也是作为就是刚刚开始 接触女儿这个上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所以今天其实我也带着很多的疑惑 想要来这里参与讨论 那我觉得在我身边的话 影子爸爸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甚至我觉得已经超过50%以上 都是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这个学校的 无论是家长会也好 或者是在微信群里面 大家去参与一些活动的一些这种参与度吧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看到妈妈的影子 比如说48个学生的这个学校里面 这个班级里面 大概只有两个爸爸会经常去参与到这样的互动里面 那大部分都是妈妈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真的 爸爸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这种 叫日常的生活和教育里面 还是出现的生意少了一点 这个缺位嘛 就是一个影子嘛 对 虚的空的 我的观点 就是说影子爸爸像这种情况 他可能有传统观念的影响 比如说男主外女主类 对不对 但是更多的影子爸爸是因为被现实逼得没办法了 比如说现在很多女的 我现在也认识了一些全职太太 并不是说他家里面很富 他不用去上班 是因为他生了孩子了以后 他要去雇保姆 而且他雇保姆的钱 跟他上班的工资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他想干脆我来带算了 也不要去雇保姆 他就辞掉工作来带孩子 那么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很多 因为可以生二胎啊 他再没几年他又生了二胎 那干脆你这几年我全部都来带了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他的家里的唯一的收入 就要靠他爸爸去赚钱 所以他爸爸不得不起早摸黑 在外面打拼 在外面赚钱 这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有的只能受现实 不是我们男人的责任性的问题 还有一些观念 比如说单位里面有时候分配工作 这个岗位出差比较多的 他就会给这个什么男的 这个岗位给男的 对不对 所以男的出差就比较多 是不是 那么有的你旅的 他就安排这种出差比较少的岗位 搞内心工作比较多一点 这个也是导致 便于在家里照顾孩子 对对对 这也是一部分 这只是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加起来 那就很大部分了 所以袍小妈妈就多了 一个人承担家里里里外外的 又要照顾生活 又要管教孩子的学习 他的耐心就被消耗干净的 这个时候他碰到一些不努力的事情 压力大了以后 他就可能咆哮 甚至动手去打了 特别是想到别人家的孩子 为什么比自己家孩子要乖 成绩要好 是更加可能忍不住咆哮起来了 对对对 听听张博士的分析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的心理工作当中呢 我也会发现 90%的 10岁之内的 就是青春期之前的孩子 但凡有问题的 80% 孩子都跟家庭爸爸的缺位 是有关联的 就是妈妈一个人 看来搞定这个孩子 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我们也来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影子爸爸 影子爸爸 其实是 在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面 他们要为这个家庭 好像带来很多的钱 或者物质上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使得他们有家难以回 那么对于一个妈妈来讲 妈妈支撑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缺乏了爸爸的 在家庭参与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他的情绪也变得很难稳定 这个时候他的咆哮是变得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同时我们返回来看 古今中外 其实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 我们多谈论的是妈妈 母婴关系是心理学谈论的最多的 但是我们又同时发现 妈妈一个人带孩子是不行的 这是确定的 那么这就是引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 爸爸在这个家庭里面 到底要参与什么样的程度 参与什么样的角色 做到哪些部分才是关键 这可能我觉得 今天可以讨论的 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探讨 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影子爸爸不光是可能 对于孩子的陪伴会减少 对于他的教育会缺位 那同时对于整个家庭的稳定 也会带来影响 我们再通过短片进一步了解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2003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 94%的受访者感觉自己身边有影子爸爸 45.1%的受访者表示 这样的影子爸爸很多 只有6%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身边没有影子爸爸 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赛 曾在他的斯宾赛的快乐教育中指出 父亲在身体气质和思维上的特点 很容易被孩子当作心中的偶像 孩子也总从父亲身上 获得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 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 好的不好的都影响巨大 美国一项研究也表明 美国70%以上的罪犯 都来自缺少副教的家庭 好 刚刚其实张老师也说到过 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种思想 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是不是因为这样 男人为了在外面拼生活 要赚钱 要给家里用 那么他就可能会忽视了 或者根本就没有精力顾及到 对于子女这方面的教育 所以造成了一个缺失 是不是这样一个传统思想的作怪 我觉得或多或少有吧 但我不认为是主因 因为其实现在的话 女性在整个社会里面承担的角色 一点都不输给男性 包括无论是说 从工作要去承担的职责也好 包括收入也好 我觉得都不输男性 但为什么女性回到家以后 她就这种责任感就会更强了 因为孩子是她怀的 是她生的 是她养育的 所以她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 那我觉得我感觉吧 更多的应该会不会是在 这个年纪层次上面的一些差异 比如说我觉得在过去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的父亲 其实他们在孩子的 这个角色扮演里面 他可能没有赚那么多钱 但是他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好 或者是对孩子的教育 其实付出会更多 反而是到了80年代的父亲 90年代的父亲 这些算是比较年轻一辈的父亲 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 也是独生子女 就是他们过去得到宠爱多 当他们成家立业以后 他们的责任感好像还没有建立起来 并没有一个角色上面的一个转变 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他分析了不同代的人的 不同的这样一个责任感 我的观点就是说 男女 这个 父亲和母亲双方都应该教育孩子 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是不是 那么共同教育孩子 对孩子的身心健全是有好处的 这从理论上讲是对的 但是有一个 就是他们有各自的优点 各自的缺点应该扬长臂短 我个人认为 那个母亲 她在生活的照顾方面 她比较微不至 比较耐心 比较细致 那么在小孩子 比如说在小些以前的这个阶段 那么母亲多照顾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并没说 父亲不要介入 就说母亲可以多介入一点 因为她孩子还需要照顾 那么到了中学以后 那么孩子的生活 自理能力都比较增强了 那么这个时候 母亲可以少介入一点 父亲更多的介入 因为她面对了社会 孩子以后在这个社会上 怎么站住小跟 怎么跟人家打交道 怎么去打拼 怎么去建立事业 那么这个时候要父亲来指点 但是即使孩子在这个小学 甚至幼儿园阶段 母亲对她的期望都是很高的 那么所以当孩子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 让母亲觉得不如意的时候 这个咆哮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 由于男主外女主内 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 其实我愿意把这个现象看作是 就是从现象上来看的 现在的这种家庭教育 其实还不如古人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发展 这是一种进步 现在还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 我们回来看一看古人 古人其实有这么一句话 子不教 父之过 就是孩子的教养问题 他的社会常识的这个部分 是需要父亲来帮他去完善的 我也觉得古人在那里 他做得很好 他在文化上 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的 家和国 他们之间既有分开 又有关联 他们同时就像是男孩的培养 他们希望是为国家培养栋梁 培养人才 女孩是为养育家庭 照料男人 照料整个家庭的生活方面的 他们提供上一个好的帮助 男女他的分工其实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 所以这个爸爸在忙 你看甚至有的爸爸在外地做官干嘛的 他都要把家眷带在身边 他们是不主张这样的分居 或者两体跑的 所以他们对那个家庭的重视是很重要的 但是从建国到现在 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对家庭的教育确实忽视了 但是现在 虽然我们一直提男女平等 但是女性在男女平等上 好像喊的声音更大一些 男性这个位置其实没什么变化 依然是作为家庭经济的支柱 在发挥功能 所以说现阶段似乎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 就是究竟谁是带领孩子的核心人物 第一人 有的时候女性你会发现 她其实不如男性带孩子更有耐心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角色上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 势必为将来建构一个新的家庭结构 提供了一个方向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们通过有些机构的调查说明 现在影子爸爸是多了 咆哮妈妈也是多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调整的 我们来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在收看直播的时候 他们都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小龙虾说 孩子是自己的 父母有责任教育好孩子 讲究方式方法 谁唱红脸谁唱白脸 一定要分工明确 的确 这个前提就是 父亲他不要成为影子 他必须在家里 实实在在地影响家里的 这么一个氛围 对不对 才能够讲分工 不然他人都不在 你分工也没用 那再看圣诞AA说 由于缺少父亲的教育 孩子性格趋于女性化 懦弱 特别是男孩子没有阳刚之气 这样不利于成长 老刘说 我就是传说中的咆哮妈妈 惭愧 特别是每次教 玩东西的时候 或者玩磨蹭 不专心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火 自己也知道不对 求解药 这个解药 我们待会再问 我们现场的嘉宾 他们有没有解药 欢迎大家继续在 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幕墙五星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那么 是不是就像有人所分析的 孩子如果缺少这个副教 那么孩子在责任感 在独立性 还有勇敢顽强等方面 是不是容易产生一种缺陷 婷婷 我自己深刻感受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是不是也是父亲经常没在家 因为工作忙 因为我先生在外地上班 所以每周末才能回来 然后我比较明显的感受 我觉得我儿子在整个冒险的 这个精神上面 我是觉得是比较缺乏 就是他这种对于 这个比较有危险性的一些东西 他就不敢去尝试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 做一个男孩子 蛮重要的一个品质 我很希望说 他能够更勇敢一些 但是你又不能带领他去 对我会鼓励他 但是我会感觉 他就是本能的 他会有一些 缺少一个示范 对 如果我想这个事情 如果父亲在的话 相信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基地作用 我讲一下 我们讲的责任感 尊纪守法 勇敢顽强 这也不一定就是男的特点 甚至女的也有自己的特点 对不对 我看了一份资料 我们现在有个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中学 他这个高考的成绩非常好 那就是河北恒水中学 那么有一份资料 在讲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有一段文字 我看的很仔细 他这个学校要招这个老师的时候 他重点招李教师 他说李教师多的学校成绩 学生的成绩会比较好 为什么 学生的行为习惯也会比较好 因为李教师他比较耐心 比较听话 比较有责任感 他是这样认为的 那还有我还看了一份资料 那么我现在很遗憾地走 这个资料哪里来的 就是说这份资料 他去研究了很多那种成才的人 他发现有很多用成才的人 是家庭的父亲母亲教育 是很倦权的 父亲母亲都有介入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 他成才的 就是母亲介入很多 父亲反而没用 他这个也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才率 这个是我们在理论上 好像有的是讲不通的 因为我后来也 我再研究一下 我认为有的学校 有的家庭 他如果父亲比较少介入的话 孩子在母亲的教育下 母亲相对而言比较温和 那孩子他就比较大胆 他就比较改冒险 反而会改冒险 所以他由到社会上 因为社会上是多样性的东西 所以到社会上 反而敢冒险 更加勇敢 反而更有出人同意 今天张博士 您怎么同意张博士 他看到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我看到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我以为看错了 我看了几个确实 他就是这样写的 实际上 咆哮妈妈的状态 实际上是孩子处于一个 无序和混乱的状态 它并不是说让孩子变得 能够去奋斗 或者变得很有动力 它实际上让孩子变得无序了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说 当这个爸爸不在场的时候 长期不在场的时候 妈妈实际上也被爸爸带走了 她也离场了 她的咆哮实际上是好妈妈 不在场的一个表现 所以整个家庭是空调的 爸爸把妈妈带走了 那么我们也会同时看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于 放大爸爸的功能 然后把这些不回家的爸爸 吓得更不敢回来了 这样说我们要把它区分一下 我们刚才看一看 孩子的成长过程 0到3岁 确实是妈妈要主要参与的 孩子的爸爸 如果从3岁能够开始参与 那对孩子非常有帮助 前面主要是喂养的责任 对了 是和母亲的关系 越往后走越要讲规矩了 对了 所以我们把这四个品质 我们简单地把它说一下 责任感 还有这个独立性 这是和母亲的功能有关系的 责任感背后传递的是爱 就是当一个人有爱 他从妈妈那里吸收到了 足够好的融合和照顾的时候 他身体里获得爱了 他才能去爱这个社会 爱别人 所以这是责任感 独立性指的是什么呢 独立性指的是成熟 什么时候就能独立了呢 就是当他在爸爸 在妈妈那里 获得了充分的关系 获得了充分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时候 他才敢于从爸爸妈妈那里 独立出来 独自去闯天下 独自去结婚 独自去生孩子 这个独立性才能谈得上 所以这是妈妈功能 那么爸爸是什么呢 爸爸在两个方面很重要 就是遵纪守法方面 爸爸是有界限的 同时爸爸对于社会规则 他有切身的体验 特别是那些高难度的工作 有时候爸爸冲锋在第一线 他知道如何管理自己 如何约束自己的攻击性和冲动性 这是爸爸知道的 所以说勇敢性 我们当然呼唤有勇敢的人 但是我们也需要 这个勇敢是被管理的 而不是一个无序的勇敢 这都是爸爸要主要参与的 好的 我们现场先休息一下 到时候回来继续来关注 影子爸爸咆哮妈妈 给孩子的教育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会儿回来 好 欢迎回到 正在直播的TV Talk 继续来关注影子爸爸 咆哮妈妈 对于孩子教育带来的影响 那么您可以在我们 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抄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这个如果说影子爸爸 是副教的这样一种缺位 那么咆哮妈妈的词 可以说是母教的一种 简单粗暴 通过短片进一步了解 母教的缺位虽然较少 但不少是咆哮式教育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 百分之六十四点二的受访者反映 自己身边普遍存在咆哮妈妈 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的受访者 小时候经常受到妈妈咆哮式的教育 百分之五十六点七的受访者 偶尔遇到 仅百分之十四点五的受访者 几乎没有 对于妈妈咆哮式的样子 百分之二十四点八的受访者 直言仍清晰既得 为什么会出现咆哮妈妈 百分之六十三点一的受访者认为 是孩子常犯错误 使母亲耐心耗尽 百分之五十四点七的受访者直言 独自育儿导致母亲压力太大 好 咆哮妈妈站的比例挺大 这个数字呢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那怎么能够减少咆哮妈妈的咆哮呢 是不是说做父亲的 做爸爸的 能够说多主动地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 包括减轻一下 他太太的精神压力 张老师 我的观点 就是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下 男人女人他有个心理特点 男人他在当委里面 他是喋喋不休的 到了家里面他已经很累了 所以他一般是沉默寡言的 那么女的他一般在当委里面 他不爱说话 因为他说 无论是说话的话 你要认为他这个不像女人 所以他一般是沉默寡言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多话 就跑到家里面来说 所以在家里面他咆哮 不仅是咆哮 其他的话都被他占了 他说话没有斗好 只有句号的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女人还有个心理 什么心理呢 就是他把自己的老公 分得好不好 还把自己的孩子 将来也没出息 当时看得比男人 更加重要 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老公的事业上 也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如果孩子这个不成才 对他压力更大 那男的也有压力 但相对而言 女的压力更大 好的 问一下沉默 就是说当你对孩子有脾气要发的时候 想要咆哮的时候 是不是很希望老公在旁边 帮你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 或者帮你缓解一下跟孩子的冲突 对 我觉得我蛮同意熊志老师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 好笑妈妈呢 其实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怪于影子爸爸这件事情 其实也有在于自身就是说教育方式上面 觉得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等于说 你是属于一种无奈的举措 或者是对自己也是一种失望的时候 然后只好把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 发泄在孩子身上 到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 比如说对于孩子 希望孩子去跟别人孩子比 我觉得更多是对自己的一种失望 比如你这个孩子提出了要求 但是他对你的要求没有满足 你就希望提高声调和音量来提醒他 对 所以这就是属于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那当然这是最糟的一种办法 那在这种最糟的办法 如果爸爸能够及时地出来 就挂解一下 这个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孩子也等于说 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可以暂时就是跟妈妈这样子的 换种方式沟通吧 紧张氛围就稍微缓和下来 对 从表面上来看的就像是说 这个爸爸在外面奋斗 好像是为家庭提供物质基础 但实际上深层来看的 也许是这个家庭本身 不足以吸引这个男人回来 这个家庭不够温暖 好像传递的就是 这个夫妻两个人 他们建构他们自己的感情 和关系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也会使一部分男人 本该可以回家的时候 找个理由在外面瞎逛的 他不回来 也剥夺了孩子 得到爸爸的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们在心理工作当中 经常会看到那些出了问题的孩子 他们经常会这样暗示给我 用各种语言说 只要我爸爸一回来 我妈妈就变得安静了 就变得耐性了 好像说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夫妻感情才是影响孩子 顺利发展的非常重要 就是性格也温和了 对孩子可能也更多的 和颜悦色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别的意见 姑红一号说 现在的家庭生活里 女人太强势了 男人没画以前 只能当影子 这个是一个调侃了应该是 苗总说 很多情况是爸爸 根本就没有耐心和精力 帮着带孩子 差不多半个小时 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就算是有钱有闲的爸爸 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 去带孩子 男人在这方面的一个主动性 会比较欠缺一点 这是观众朋友的意见 那么各位 怎么才能够让家庭教育当中 父亲和母亲 他们能够更多的互相配合 而不是一边缺位 一边显得脾气太大 来 先听听 陈燕 我觉得就是各自找到各自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 为什么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孩子 他们是 我觉得是三个都不可以缺一的 三足鼎立 对对对 然后其实父母呢 就是说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自身的一个性格上面的一些特点 然后大家在这个孩子的生活中也好 或者是学习中也好 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人唱红脸就一定要有人唱白脸 所以光你一个人唱红脸 白脸没有那是不行的 对对对对 我给爸爸们一个支持 就是在家庭里面你的重要位置是 你站在妈妈的身后 你要守护好你家里的妈妈和孩子 你不一定要直接跟孩子互动 但是当你站到那个妈妈身后的时候 那个家庭就已经稳定了 那个孩子就已经规矩了 我提一个观点 那就是如果是女孩 家里是女孩子的话 那么父亲多记录一点 如果家里是男孩子的话 母亲多记录一点 这是我的观点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给自己父亲母亲介入多少 这个要根据很多情况 比如说父亲有的单位离得比较远一点 母亲离的单位离家比较近 那是客观情况 对对客观情况 那还有这个单位工作的安排 对不对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 要根据每一个家庭的情况 怎么更好的阴阳协调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男性他往往是在家庭里面 不知道自己该干几什么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这个女性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要像教一个小孩一样 手把手的在这个家庭里 给他归付一些具体的 就是一点功夫肉 对的 然后给他一个鼓励 然后把他逐渐吸引回这个家庭里面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个家庭就完美了 好 好 好